近期,两架俄罗斯空军的屠夫160战略轰炸机,在加勒比地区展开热成巡逻训练,并在委内瑞拉的领空内,与美空军F-16战机编队飞行。 此举被美国媒体评论为,莫斯克想在美国后院获得战略优势,并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,但俄罗斯军事专家则表示,俄罗斯不会派遣军事力量,介入委内瑞拉。 显然这种说法很难令西方幸福,因为在他们看来,美国高官博尔顿心之口快地表示,干预委内瑞拉是为了丰富的石油资源,而俄罗斯在委内瑞拉,也有差不多100亿美元的石油投资。 普京能为叙利亚豁出去赌一把,难道不能为美内瑞拉的石油再赌一次吗? 所以,英国《卫报》在28月的报道中,将委内瑞拉称为俄罗斯最大的赌注,并杀油介事地宣称,俄军已挑选数百名有特种部队赴一经历,实战经验极为丰富的雇佣兵,到达委内瑞拉,专门保护马多罗的人生安全。 我们都知道,在瑞丽亚战场上表现出色的俄军特种部队,不仅为普京争回了面子,也打出了自己的威名。 玉影是作品中的标蛮粗鲁的形象不同,通过俄罗斯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资料,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装备先进,拥有极高战术素养,战斗意志分外顽强的俄罗斯特种兵形象。 他们在情况复杂的敌后执行目标侦查,地面引导,还负责保护叙利亚和助势俄军高级别指挥人员的安全。 更为重要的是,在叙利亚战场俄军特种兵不止一次,与美军特种部队正面交锋,双方互有胜负,对美军的战术手段有较深的了解。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,如果想马多罗大安全,并也被美军斩首,俄军特种兵似乎是最好的选择,而且以俄罗斯私人军事承包公司的名义进入,也是非常合理和隐蔽的渠道。 由于委内瑞拉距离美国的直线距离,只有1300公里,所以俄罗斯直接派兵的可能性很小,但委内瑞拉境内从林密布,是极佳的特种作战场地。 所以,即便不派显重型军事装备,俄罗斯依然可以通过军事承包公司,以商业合同的形式,对委内瑞拉展开特种作战指导,甚至直接参与到战斗行动中,都是完全有可能的。 字幕志愿者 吴写真 杨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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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